在花莲县政府和中国双方的努力协调之下 中国海关总署终于在昨天宣布要开放进口台湾的文旦柚 花莲的农民也赶快忙着调派人力来分级包装 要让花莲在地优质的文旦柚也可以在中国大陆飘翔 中国海关总署正式宣布自9月2号起 恢复台湾花莲县的文旦柚进口市场 早已万事俱备就等着东风吹的幼农门赶紧轮班调派人力进行分级包装 不仅工作人员压力大 从文旦柚成熟到采收 无不紧盯外销大陆进度的幼农更是压力山大 现在大陆市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 农民也松了一口气 同时也希望能够将在地优质的文旦柚能在大陆飘翔 大家一直在为自己的通路而烦恼 大陆这条线现在打开了 对我们整个农民心中的石头算是放下了 那虽然时间点有点晚了一点点 但是这段时间还是可以还是来得及 我们还是尽力的赶快把一些比较优质的文旦 尽力的把它外销出去 这次恢复通路 对于一直以通路发愁的花莲幼农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力多 日子湘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虽然今年的旱象导致了产量减少了两到三成 但农民仍然凭借着专业管理保持了优良品质 不影响出口 那因为公布的时间比较接近中秋节了 所以有部分的文旦柚农 它已经把文旦柚已经卖掉了 所以我们正在积极的 为明年来做准备 当然今年我们也会有部分的果 提供到对岸做一个 提供给对岸的消费者来做品尝 早期中国大陆是瑞瑞文旦柚最大外销市场 近几年中国大陆关闭台湾农产进口后 连带冲击到了文旦柚的产销 农民较苦连天 今年随着花莲文旦柚顺利扣关 一批一批运往中国 产销压力解套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农民终于可以享受今年文旦丰收的甜蜜滋味 记得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 多谢观看